開始 開始了 林教授,你好 你好,孫子姐,你早 從這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五天我都來麻煩你 幫我看一下我的骨骼的情況 因為我禮拜六、禮拜天 就是昨天跟今天要參加用筆試 所以請你幫我注意一下 骨骼的調整 已經過了七天了 這七天我都有去運動 這就是您說很重要的 我們要有自主的運動 再加上您的調整 現在想請你再看一下 七天過去了 我的骨骼有怎樣的變化 好的,那 剛來的時候 你這邊兩片的肩胛骨 高低不一樣 因為你的左腳長 所以你的右肩的肩胛骨 略略向後突 經過幾次的調整之後 你這邊是偏很多 沒有明顯的外突 尤其肩胛骨向外突的時候 就照顧你肩膀的一些活動 受到影響 因為呢 我們這個肩胛骨下來呢 會影響你的鎖骨 會影響你的整個肩膀的活動 所以說當你肩膀平 一樣平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你的肩膀是比較鬆的 沒有一種被拉長的感覺 第二個呢 你的骨盆呢 現在我們的高低 我們看一下 你的骨盆高低現在也是一致的 你本來是左邊比較高的 現在是水平狀態 所以說我們天理啊 一定要怎麼 中者我覺得你的脊椎呢 左沒有要正 當然你還有冠狀呢 墻後要正 另外還有水平面的要正 坐腹要正 骨盆上人 骨骨頭要正 骨盆上人要正 你現在骨盆上人就是正 另外你的骨盆是正 但是呢 那以前呢這邊也會突出來 表示你的骨盆它是一個玄位的 喔 它有玄位 因為它 長短短的關係呢 左腳呢 骨盆向上移 會向前移動 在移動呢 我們一個 脊椎呢 跟卡普之間有一個脊卡關節 因為它的胃底呢 會讓你的骨盆這邊呢 突出來 你知道嗎 它向前旋 向前旋 那個 骨盆向前旋的時候 這邊正好關節 這裡會向後 所以 讓你這一塊 有一塊 骨頭跑出來 這骨頭跑出來 那現在的摸前 都兩邊都一樣平 這表示你的打算很多 所以說你帶游泳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自己的下水 少了 那個 不會一個 伸一個錢 你會在平衡的狀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常常講呢 一個運動員呢 光往他的層肌呢 自己沒有突破 都會發現到 他的 脊椎是出了 他的骨架出了問題 所以他就變成 不再偏移狀態 你為了要保持你的平衡 因為 尤其游泳的時候呢 你要向前游泳 不要偏離你的水道 所以說 你會用格外的力量 去把自己一條正 那就是 讓你的成績 沒辦法再突破 只要的原因 所以說 我們運動員呢 要打過自己的成績呢 一定要讓身體 手的三正 左右要正 前後要正 水平都要正 那這樣一下來呢 你的成績呢 就會突破自己 請你幫我看一下 你原來說 我一邊的肌肉是 沒有什麼肌肉 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你本來齁 因為左腳偏長的人 左邊這邊的 所謂的肌肉 豎肌之樣 肌肉呢 從耳後一直拉 向下來 在肌肉兩側這樣下來 到最尾骨的地方 所以這一條是 在我們身體的支撐裡的 左右 脊椎 正不正很重要的一個肌肉 當然它有一邊緊 一邊鬆的時候 你會講 測腕症 所以很多測腕症都是 因為這兩條肌肉的 強弱不一樣 以前你的左邊這塊肌肉 就很發達很好 但是右邊這一塊 我比較鬆鬆的 沒有力 但是呢 最近這樣幾次的調整之後呢 我還知道 兩邊的肌肉 這邊 右邊的肌肉已經 已經開始長出來了 開始這樣長出來了 開始長出來了 明顯的 它不會是一層皮 加上脂肪 就是很瘦弱 很弱的肌肉狀態 但是兩邊都很好 所以這表示一個禮拜 它就 這個肌肉就有機會 是 這個恢復這個生肌 但是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 對對對 你要完全到兩邊完全平衡 需要一點時間 謝謝 那今天我們再調一下 好的 看調完了以後 現在還有沒有不平衡的部分 需要做調整的 就是一樣 你的肩膀現在兩邊是一樣高的 是 另外呢 剛來的時候呢 你這邊肌肉是繃緊的 是 甚至於呢 因為那個斜方肌啊 在日語講的 蒸茂肌這一塊肌肉 真的這樣下來 這樣下來 在這裡呢 就是你肩膠旁邊這樣下來 斜方肌 一個斜方肌下來 一個斜方肌下來 這邊會有肌肉 但是呢 還牽涉到這邊的 港上肌 你來的時候 這裡面有一條 硬硬的肌肉 所以現在呢 我發現它已經明顯的沒有了 所以你的肌肉是很彈性的 我們肌肉呢 太弱不行 但太鋼錢也不好 在鋼錢就不造成 但是我覺得這邊還是有 還是有 對 對這裡 對 這個真頸是有旁邊 這裡 這條肌肉呢 完全鬆了 還是有 有一點點 一點點 但是 還是硬硬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 你用那個什麼十秒 就那個 試試看 你再檢查 等一下做完 你再檢查 對 你看起來是瘦瘦 但是你的肌肉很不錯 所以偏長的表現 你再做很正確的 很適合的運動 很多人呢 瘦呢 但是瘦而無肉 像脂肪補 脂肪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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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肪補